柳氏解经你知道吗 耶稣的母亲为什么去找耶稣 哪一个人去参加婚礼 把十二个朋友都带去 这个圣经没有写的是什么 耶稣的母亲就去问她说 你包多少 让我们的眼光 不要专注在一些困难问题 完蛋了 没办法 天塌下来 无法解决 让我们来学习 专注在她说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她说如果我们遵行 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话 昼夜思想不可离开你的口 如此 你的2024年 道路就可以横通 凡事就可以顺 今天呢 我想 我们刚刚好 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天 那很特别 我们可以在一起聚会 那我就想到 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 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都计划好我们的人生 我们都觉得人生 应该是要这样走 应该那样走 我们没有一个人 希望我们碰到什么样子的 一个大难题走不下去 但是往往 生命就不是像我们这样子想象 有很多的突发状况 经济也会遇到难处 家人的关系也会走到尽头 我们有很多的东西 我们觉得完蛋了 糟糕了 这次死定了 那到底 我们遇到生命的一些难题 走到尽头的时候 那到底怎么样面对 那刚好我们今天在 今年的最后一天 我们也在预备什么 我们在预备 要怎么样带着神给我们的话语 去跨入一个未知的2024年 没有人走过 没有人经历过 但是同样的 我们也面对到 我们要有什么样子的 勇气勇敢和力量 在跨越最后一天的这个时刻 到底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碰到了难题 碰到不够用的时候 碰到缺乏的时候 碰到关系上已经破裂到 无法和好的时候 这个走到尽头 然后呢 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 我想今天的信息 我也祷告主 当凡是听到神话语的 每个弟兄姐妹 我们是因着神的话 软弱可以再次的变为刚强 贫穷可以变为富足 因为上帝宝贵的话语 宣告我们把所有的灰尘 都抖落在2023年 我们是带着信心 勇敢 盼望 还有神宝贵的话语 跨入新的一年 相信的拍手把荣耀 归给出好不好 Amen 所以在今年的最后一天 所有弟兄姐妹 包括线上分堂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 在约翰福音第二章 约翰福音第二章 这里记载了一个 我们很熟悉 也是耶稣第一个神迹 那我请同工来念 我们大家来注意看这段经文 约翰福音第二章 一到十一节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加拿 有取亲的宴席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耶稣和他的门徒 也被请去复习 酒用尽了 耶稣的母亲对他说 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说 母亲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母亲对佣人说 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照犹太人捷径的规矩 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 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 耶稣对佣人说 把缸倒满了水 他们就倒满了 直到缸口 耶稣又说 现在可以咬出来 送给管宴席的 他们又就送了去 管宴席的 尝了那水便的酒 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只有咬水的佣人知道 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 对他说 人都是先摆上好酒 等客喝足了 才摆上次的 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这是耶稣所行的 头一件神迹 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 显出他的荣耀来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没有一个人筹备婚礼 会希望遇到这样的事情 每一场婚礼 尤其在当时 他们从小就预备了 这些孩子将来要结婚用的酒 所以一缸一缸的那些酒 就是用来那个婚礼的当天 整个宾客来到的时候 大家都期待 哪一家的孩子 今年要结婚 都是期待 因为那是他们那一年当中 最喜乐的时刻 所以他们就很希望 那一天我们可以喝得满足 因为那个酿的酒 已经从孩子小的时候 就开始酿 所以每个宾客来 都希望在这个婚礼当中 有一个宾主进婚的时刻 所以那一天 当他们参加婚礼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 婚礼就是让所有的人 在那一天 可以跟他们一同欢庆 一同喜乐 每一个来参加婚礼 都是这样子的心情 但是没有人料到 就在婚礼的一半 他们最想要享受的 那个酒没有了 婚礼等于直接暂停 宾客渐渐要散去 整个很杀风景 然后根本主人家也尴尬 宾客也根本没有尽兴 你知道人生很多时候 也是这样子 突然间被一件事情 我们就好像跌到谷底 对吗 本来想象我们生命本 哪会觉得说 今年会发生这个事情 半年前 孩子还挤到我们床上 跟我们讲心事 谁知道半年后 变成甩门不回家的 都有 突然一个健康检查的报告一出来 天堂掉到地狱 好端端的身体 健保卡都没用几支的 怎么会得这个病 看到一封简讯 看到一个 别人跟你讲的消息 发现 我的婚姻 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的另外一半 怎么是这样的人 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很多的时候 就像这一场婚礼一样 没有人想要难过的 大家都是想开心的 大家都是想要 走得顺遂 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这都是我们新年的一个希望 那谁会料到一场婚礼 最开心的那个时刻 要画上句号 人的生命 遇到了这些难题 走到了尽头 到底该怎么办 亲爱的朋友 这下经文是在 12月31号要送给你的 没有怎么办 有耶稣在 就没有据点 还会继续地走下去 回到经文的第一节 你看第三日 到底是什么第三日 它其实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它在呼召 菲利根拿蛋业之后的同一周 发生了这个 耶稣的第一个神经 这个 在加拿 加拿的这个地方呢 有一场婚宴 特别记载了 耶稣的母亲也在那里 所以大部分的解经家 都是这样相信 说这一场婚礼 其实跟耶稣的亲戚 很有关系 所以在婚礼里面 你知道新郎新娘呢 他们家是最忙的 所以呢 他们就会请一个 一个或两个总招 来管理所有婚礼 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 那玛利亚那一天 大概就是这个角色 所以玛利亚是 当酒没有的时候 他会知道的 对不对 经文里面 他们就来告诉玛利亚说 酒没有 这个总招呢 就是希望维持 整个婚礼最顺利的那个人 所以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那一天呢 耶稣的母亲 他就听到说酒没有了 就像我们听到一个消息 晴天霹雳一样 所以你知道 那场婚礼当中 耶稣的母亲听到酒用尽了 酒没有了 生命当中碰到一个 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 那个时候又没有Full Panda可以叫 你懂吗 巷口也没有Seven 你说酒没有了 现在婚礼酒没有了 一点也不担心 旁边有Seven 对不对 全部都赶快买来 都可以叫得到的 那个时候没有的 而且那时候的酒 是小时候就酿的 那个是一个很错愕的时刻 我觉得对于总招玛利亚 也非常错愕的 但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做了什么决定 他立刻去找耶稣 三节开始 你看 他说酒用尽了 耶稣的母亲对他说 他们没有酒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酒用尽了 记得找耶稣 阿妹吗 生命当中遇到难题了 找谁 找耶稣 不是打给Fu Panda 不是去找资源 找耶稣 跟旁边说酒用尽了 找耶稣 来跟旁边讲 好 可是你来看 耶稣就说了一句 我们到现在也不懂的话 而且很没感情 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 母亲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你知道那天 那为什么要找耶稣 其实我有一个推论 这个解经书都没有写 但是这是柳氏解经 推论 你帮我回到 第一章的经文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第二节你看 耶稣的 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宴 柳氏解经 你知道 耶稣的母亲 为什么去找耶稣 因为 哪一个人去参加婚礼 把十二个朋友都带去 对不对 你有想过这个吗 哪一个人参加婚礼 说 对不起 我还有十二个朋友 一起去 那你知道 这个圣经没有写的是什么 耶稣的母亲就去问她说 你包多少 你懂这个意思吗 就是 就耶稣的母亲去找耶稣 其实是告诉她说 你的门徒喝太多了 我们没有酒了 你知道当天就是这种感觉 没有酒了 所以耶稣讲的那个 也非常合理 耶稣就说 母亲我跟你有什么相干 重点是 我们很清楚知道 当天是耶稣第一个神奇 表示她的时间还没有到 没有那么早要出现神奇 你回到第三节到第五节 你现在都不需要用大脑想 现在其实用肚脐想都知道 你的儿子如果跟你讲说 母亲我跟你有什么相干 来大家 你的肚脐也有智商 请问正常的妈妈会回答说 她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请问正常妈妈会这样回答吗 对 大家 我家的妈妈也是正常的妈妈 当你一个母亲听到小孩说 母亲我跟你有什么相干 我告诉你正常妈妈都说 什么相干 你是我生的 什么相干 是不是想 大家是不是都 家家都是正常妈妈吧 没有妈妈会说 她说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没有妈妈有这么好情绪的 我跟你讲 妈妈都跟你讲说没有酒了 教你想办法 出去买也是你好不好 什么相干相干 这样子什么瓜 我养你呢 大家是不是这样 我们正常逻辑应该这样 所以今天我想要用 玛利亚的这句话 我想要送给每一个弟兄姐妹 玛利亚这句话 太令人佩服 太令人佩服跟思想 他对佣人说 我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今天这句话 有三件事情 我们要一起学习 尤其在新的一年 当我们要踏入2024的时候 玛利亚的这句话 给了我们三个重要的学习 当我们生命走到一个难解的尽头 家里的关系 婚姻的关系 酒用尽了 没有办法了 玛利亚这句话非常重要 我想送给大家 第一个 今天写下来 神迹绝对不是在乎眼见 全在乎我们的信心 神迹绝对不是 看你现在看见的这个环境 神迹全在乎我们的信心 你知道玛利亚当天听到的 这个耶稣的这个话语 他整个他一来 他如果是种召 他负责这些 这些所有宾客要顺利进行 开心的完成这场婚礼 他就算是这个家人的亲戚 他也不希望这个婚礼就此打住 他看着人群没有久了 渐渐要散去了 所有的这些最好的气氛 也终止了 他看到生命当中 有这个难题的时候 我跟你讲 他的心也凉了 再加上他有一个儿子 跟他讲这样的话 他根本没有办法想象 他那时候的情绪 有多么愤怒也好 多么焦虑也好 多么紧张也好 你所有想象那个情绪 那一天 那一秒钟 完全集中在他的身上 可是玛利亚 他呢 就转过去跟工人说 他说 耶稣告诉你们什么 就做什么 表示 他的眼光完全不是放在 他现在眼见的这些问题 他的眼光 全是在乎 他对耶稣 接下来要讲的话 非常有信心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新的一年 让我们的眼光 不要专注在 那些困难 问题 那些 完蛋了 没办法 天塌下来 无法解决 让我们来学习 专注在 他说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上 你看第六节开始 照着犹太人 捷径的规矩 有六口石缸 摆在那里 每一口可以 剩两三桶水 好 我告诉你 这个石缸 是做什么 当时候主人家都会在门口 放了几缸水 是为了给人家洗脚用的 所以那个石缸是洗脚水 洗脚水 然后呢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柏油路 没有捷运 都是沉沙的这种旷野地 所以他们只要走到那边 所有的脚都是最脏的 所以门口都有这样的水 所以你可以想象吗 你可以想象大家 你可以想象 耶稣就对用人说 把洗脚水缸倒满水 这些用人 他们就照着做 因为我在当场 我就说 你要确定 这洗脚水 这个没有洗 你懂这个感觉吗 你要确定 然后他们就到满 直到缸口 然后耶稣还讲了更夸张的 他说现在可以摇出来 送给 送去给人喝 我们现在当然没有想象的 这种石缸洗脚水 以我们现代来讲 最贴近我们的 就是门口放伞的伞筒 对不对 你去哪里下雨天都有这个伞筒 那天耶稣就是这样讲 他说 荣生 去把伞筒的水倒满 咬出来给霉菌喝 就这种感觉 就这种感觉 荣生就说 好啊 想很久了 你又不是讨厌这个人 你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啦 对不对 网路上有个影片嘛 就是有个小孩 就是很小啊 两三岁 好可爱 然后包尿布 然后就一直倒水给爸妈喝 爸妈喝得好开心啊 然后最后才发现 他这个高度怎么倒得到水 唯一能够咬到的就是马桶水 没有人会 没有 我跟你讲 没有人会愿意 用这个伞筒的水 洗脚的水 没有人会相信 这些水 最后会变成 美酒 但我告诉你 弟兄姐妹 新的一年 遇到任何问题 耶稣要我们 不凭眼见 只凭信心 我们看见的是 家里面的长辈 一天一天这个病情 我们看见的 可能是这个孩子的课业 怎么会是这样 我们看见的 可能是家里面的气氛 怎么变成这种乌烟脏气 我们看到的是 洗脚水 三桶水 但是只要有耶稣在 全凭信心都会被改变 接下来这个PPT很重要 我们看到的可能 大部分都是缺乏 但是神看到的 却是供应 我们看到的是追兵 但记不记得 神要 祂打开鼠林的眼睛 看到那个帮助我们的 比那些抵挡我们的更多 我们看到的可能是疾病 但是我告诉你 耶和华拉法 神是我们的医治者 我们看到的 或许是这个不能 那个不能 但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 在神凡事都能 新的一年 当我们遇到困难 遇到走不下去了 都遇到绝境了 我们要带着这个信心的眼光 面对前面的道路 我们的神 是使瞎眼可以看见 使死人可以复活 使从无变为有的神 祂相信新的一年 会经历的是 不凭着眼见 凭着信心 成就大事在你生命当中 相信的拍照 马荣耀归给主好不好 哈利路亚 第一 玛利亚让我们可以学习到 信心的这个功课 不是在乎我们眼见 你看到那些东西 只会把你拉垮 只会让你却步 但是凭着信心 凡事都能 第二件事情 我们相信翻转 绝对不会是在乎人的意思 所有的改变跟翻转 全靠神的话 翻转 我们生命的翻转 健康的翻转 所有的这些财物的翻转 不是在乎这些外在 人的想法 完全在乎神的话 完全在乎神的话 所以玛利亚知道 耶稣说什么 你看第五节 他就对用人说 我告诉你们 他告诉你们什么呢 你们就做什么 因为玛利亚知道 我自己讲什么没用 我依靠什么也没用 最重要的是 出于上帝的话语 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 玛利亚这一生 就是这样的生命 当那天天使向他显现 说耶稣要从他而出的时候 每个人都惊呆了 怎么可能有童女会怀孕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但你知道那个 不是 不是他 耶稣长大到三十岁 玛利亚才是这样的信心 那一天 当他遇到天使的时候 你看 罗加福音第一章 罗加福音第一章说什么 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这个祷告 可不可以也变成我们父亲党 所有弟兄姐妹的祷告 你们说 主啊 新的一年 我在这里 我这个器皿 就是希望你说什么 我就做什么 你的话说什么 就成就应验在我身上 我不再靠我自己 我不再只是靠我的意思 记得彼得也是经历这样的事情 他一整夜劳力 什么鱼都没有打到 做白宫 人生有很多的事情 是做白宫的 你怎么样 爱孩子爱孩子 他就是不改变 都有这样子的事情跟例子 但是彼得说什么呢 路将福音第五章 他说 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那一天 整夜都打不到的 但是听了神的话 整个鱼捞都捞不上来 网都要破掉 父亲党姐妹 牧师要鼓励你 新的一年 好不好 神喜欢的 我们就做那个 神不喜欢 我们就不要做 他说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情愿你的话 成就应验 在我的生命当中 愿意的拍手吧 荣耀辉可以知道吧 愿意的 大家三点 你知道过去这一整年 我们听到 好多好多弟兄姐妹 你知道当我们大量读 徒经的时候 就好多这样的见证 神的话语 因为 父亲党弟兄姐妹 在意神的话语 我们就看到 有那种丈夫 一直在外遇的当中 陷入很深的 她 因为神的话语 她清醒 回到家庭 她的妻子 也因为神的话 重新接纳这个丈夫 然后呢 夫妻一起在 服侍 我们也有一些 弟兄姐妹 去年我们就听到 一整年听到 因为她相信神的话 一人信主 全家就得酒 她那个最难 最难传的爸爸妈妈 最信的 最深的 愿意受洗 归入主的名乡 每个礼拜 带着爸爸妈妈 一起来这里敬拜神 神让她的父母 今天身体越来越好 这是因为她听了神的话 我们有些弟兄姐妹 一直相信 她最难传的那个朋友 最不可能信主 都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语 所以神的话语 应验在我们的生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凭着不是自己的意思 不是自己的感觉 我们要来大量的 让上帝的话 可以进到我们里面 成为真实 道要成为肉身 活生生的 能够显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不是只是一群 听说有神的话 礼拜天来这里 听神的话的一群人 我们要祷告主说 神啊 2024年 让你的话成为真实 临到我的生命当中 应验在我的生命当中 所以你知道 前两天我们装备部 把那个数字给我说 今年有多少人读 我们明天开始 对不对 1月1号开始 我们要一天读十章圣经 你知道有多少人 那个数字给我 我吓死 去年我们 有1101位一起读圣经 我已经觉得 这个教会太可怕了 怎么有这种教会 不是读十节 是一天读十章 而且我们在台北市 你知道台北市的会友最难搞 我就在讲你 你知道台北市 大家都在忙 你懂吗 没有人会想象 怎么有一间教会 有一千一百多位 一起读 读神的话 而且四个月 把圣经读完一遍 今年我拿到数字 吓死我 我们光是香薄树 七八十岁的长辈 就抱了八组 有24个人来读 我们给香薄树鼓励一下好不好 长辈起来读经 真的太宝贵了 然后呢 三木区 三木区 有九十九组 两百九十七位 来三木区自己鼓励一下 三木区在哪里 欢呼一下 但我告诉你 全教会 最多人的是 最多人读经的是 七木区 一百三十八组 四百一十四个人 七木区 欢呼一下给自己 青年木区 我们居然年轻人 一起每天读十章的 你没办法想象 台北市的年轻人 有一百二十四组 有三百七十二个人 一起读圣经 给我们年轻人鼓励 快点 新庄复兴堂 平均聚会 大概一百上下的 居然抱了四十七组 有一百四十一个人 一起读圣经 新庄 我知道你们在线上看 欢呼一下 罗东去年才刚成立 一年的教会 也抱了十八组 有五十四个人 一起读圣经 真的以罗东为荣 你知道我们最小的 有小学五年级 也抱了一组 儿童牧区 也抱了一组 读圣经 整个教会从明天开始 你知道今年 我们有多少人吗 本来是一千一百人 明年一月要开始 总共加起来 有四百三十五组 有一千三百零五位 一起读圣经 给父亲的欢呼一下 亲爱的弟兄姐妹 知道 我心里真的知道 你们绝对不是为了 淘板屋 那什么东西 你想想看台北市 要我们吃一顿饭 没有什么大不了 是因为 我们知道 翻转改变生命 全在乎神的话语 教会的体质 健康 全在乎神的话语 所以约瑟尔记的第一章 非常重要 我要所有人一起来念 约瑟尔记的第一章 这个大能的话语 所有人 包括分堂直播 我们都大声地宣告 神的话语 请 只要刚强 大大壮胆 谦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不可偏离左右 使你无论 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 凡事顺利 我们再一次 刚刚导播没有切到这个经文 刚刚导播没有切到这个经文 我们大声地来再一次念 好不好 大声 刚刚大两倍的声音 来宣告这个话 预备 请 只要刚强 大大壮胆 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不可偏离左右 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 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 凡事顺利 相信的大声说阿们 阿们 如此 你看 他说如果我们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话 昼夜思想 不可离开你的口 如此 你的2024年 道路就可以亨通 凡事就可以顺利 我要宣告每一个父上弟兄姐妹 起来读神的话语 相信我们能翻转 在乎上帝的话语 我们相信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就不会因为那些风吹草动 影响我们心情 我们就不会因为今天发生这个了 今天那个了 今天又怎么样 不会 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个良善的神 而且在他凡事都有可能 当你读神的话语 你就会知道神在你生命当中 是一个坚固不动摇的盘石 我要祝福弟兄姐妹 我们生命可能会走到难题 关卡 甚至走不下去 但是因为神的话语 一个家一个家都会翻转 身体都会被神医治 相信你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 最后一个讲完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所有的尽头 听好 所有的尽头都不是终点 因为神永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所有的尽头 听清楚 都不是终点 因为神永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你每一次觉得完蛋了 走不下去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听清楚 那都不会是终点 因为神永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所以我们来看第八节 到第十节 来 耶稣又说 现在可以咬出来送给管宴席的 他们就送了去 管宴席的尝了那水便的酒 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只有咬水的用人知道 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 对他说 人都是先摆上好酒 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 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那一天呢 刚刚我们讲嘛 那一天呢 他们就把那个洗脚水舀出来 送给管宴席的 好 然后你看哦 管宴席的就尝了那个水变成酒 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有没有 当然不能让他知道 对不对 当然不能让他知道 他知道他哪会喝啊 所以他们那些用人很聪明 你要选用人要选聪明的 对不对 阿呆阿呆就说 这个是我们刚刚从那个洗脚的那边到了 你喝一下 阿呆 对不对 所以他给这个管宴席先喝 管宴席一喝 惊呆了 怎么有这 因为你知道他们第一批喝的 我刚刚讲嘛 就是从这个新郎新娘 从小酿到大的 那个酒是很贵的 酒不是越酿 越酒是越贵嘛 对不对 看年份的嘛 他们喝了 已经喝了一批那种 二三十年的那种酒 管宴席一喝 天呐 赶快把新郎叫来 说你怎么回事啊 你有一批这么好的酒 应该要先上 所有的人都是要来喝的 你怎么把这么好的酒 留到最后 所以他讲了这一句话 这句话也是要送给你新的一年 他说 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牧师要把这句话也送给每个弟兄姐妹 你的2024年 因为你依靠神的话语 因为你不平眼见平信心 你的2024年 会经历好酒留到如今的恩典 表示什么 表示你如果觉得现在已经够顺利 告诉你会更顺利 如果你还已经觉得神给你恩典 我告诉你 恩上还会加恩 这就是我们的神 他就是常常会做这种 超过你想象 居然从一个放在门口的这种石缸的水 咬出来会变成比你酿了二三十年 那是上等的水 还好 那人性里面比较倾向 就是我要先享乐 我现在就要 最好的先拿给我 我要我要 这叫做人 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 所以过去50年 连教育的当中都宣称 这个是最好的 人本主义 可是人本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 把上帝在人生命当中可以做的东西 全部抽离 人本主义不是不好 人你的感觉最重要 你的想法 你想要的那些 最应该被尊重 这个很好 但人本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 把神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 做的任何事情都抽离 从科学抽离 从历史抽离 从所有东西抽离 但我告诉你 当我们生命当中 遇到难题走到尽头的时候 也是因为有神 我们才会有更丰盛的神 新的一年 我们不是那种 我要照着我的 我的方式 不是 是神 你在我生命当中 才会有好久留到如今 这句话请记起来 神常常不照我们的计划 不照我们的方式 是为了让我们更加学会 倚靠祂 因为祂 不照我们的方式 是因为祂对我们 有更好的计划 有没有 小的时候 小朋友爬到厨房 玩那个刀柜里面的刀 去乱开那个瓦斯炉 父母一定会叫他出来 不让他玩 为什么 因为不照你的才是对你好 神永远都是因为 为爱祂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到 耳朵未曾听见 心里未曾想到 祂就是这位恩上会加恩 荣上会加荣的神 如果你觉得这个时候 神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不照我的方式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你要听我的祷告 你现在就要给我 我就是要这所学校 我就是要这段感情 我就是 亲爱的朋友 听一下 来到上帝的面前 跟他说 我相信 你会给我的 比我自己想的 会更好 把我们的主权 放手在他手里 把我们想要的 让他来决定 他会成就 匆匆满满地 超越一切 并且超过我们 所求所想 我们该如何 带着信心跟胆量 勇敢 去面对一个多变 又不确定的 2024年 我给大家四件事情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我们该如何地来面对 充满挑战 又不确定的 2024年 有四件事情 这个四个重点 请你记下来 第一个 我们要学会 每一天 以读神的话 开始 我们的一天 阿妹吗 每一天 你知道有些人 一起来划手机 就先划股票 涨或跌 先划 那个 早晨新闻 又什么事情 然后先划 那些家里面 又发生什么 告诉你 那些东西 都很影响我们心情 股票有涨有跌 每一天的新闻 也都不是什么 太健康 每一天的开始 诗篇告诉我们 早晨 我们就要留心 听你的声音 对不对 早晨 我们就要警醒 为什么 每一天 我们用神的话语 来开始我们的早晨 跟旁边说 好不好 说以读经 开始你的每一天 跟旁边说 以读经开始你的 耶和华 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 早晨我要向你 沉迷我的心意 早晨我也要警醒 新的一年 用读经 开始我们每一天 第二件事情 我们要来学习 新的一年 把你的重担 跟忧虑 都交托给他 既然我们是 因信称义的一群人 我们就把所有的重担 交给那个天天 背负我们重担的神 不要在自己忧虑 不要在自己在那边 东想西想 你东想西想 也不会让你的 岁数增加一点 反而是把你的忧虑 谢给神 你更喜乐的心 才是你的两要 圣经里面第十篇 第三十七篇 第五节 我们大家一起念 好吧 三十七篇第五节 一杯 请 当将你的事 交托耶和华 并倚靠他 他就必成全 再一次 再一次 金卖团可以上来 再一次 来 当将你的事 交托耶和华 并倚靠他 他就必成全 相信的说 阿们 阿们 把我们大大小的事 都交给他 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说 不要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那都是外邦人所求 每天站在衣橱前面的时候 不要想说 怎么少了一件 没有少了一件 都在 都在 不要忧虑这些 有没有 圣经里面说 明 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 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 不用忧虑 孩子要考什么学校 接下来要什么 不要 神 神是担当你忧虑的事 把他都卸给神 凡世界的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这些告诉神 神会赐我们 出人意外的平安 并在耶稣基督里面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 学会把忧虑交给神 第一个 每天用读经 开始你的那一天 第二个 把忧虑卸给神 第三 停止再说抱怨负面的话 你的2024年 怎么样面对呢 不要再讲那些 有那个负面的话 让我们的口 说感谢的话 感谢天色没有长篮 你知道照你的意思 每一天出门 湿答答的 很不舒服 神啊可不可以晴天 我跟你讲 如果每一天都晴天 会发生什么事 缺水 缺电 我们根本没办法 不是照着我们的 就不要忧虑了 感谢主晴天 感谢主雨天 随时随地都可以感谢 阿们吗 不要再 来跟旁边说 不要再嫌自己胖 来跟旁边讲 不要再嫌自己胖 一定要讲 来跟旁边说 不要嫌自己胖 真的不要再想这个了 你不是胖 你只是肉长错地方 不要 不要 不要讲负面的 阿们吗 他说我 我就是 只是现代人的美感 不懂得欣赏 对吧 如果我们长在唐朝 对吧 我们就 就很好 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就每天 我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这个 不要再 以弗所书教我们说 污秽的言语 一句都不可出 要说什么呢 说造就人的好话 因为当我们说造就人的好话 听见的人都会得益出 我拜托你 你如果要 想要有好的2024年 你一定要说造就人的话 因为 这样你会 让周围的人都得益出 相反的 你持续不断的抱怨 讲负面的话 你周围的人都在受苦 对你自己也没益出 周围也没益出 感谢主 感谢主给我们一个好的教会 感谢主给我们一些好的属灵同伴 感谢主 天没有长篮 感谢主 花没有长芬芳 感谢主 我还可以在这里 我们还走到了最后一天 阿们吧 有多少时候 这些今年当中 你都想放弃 等下我们敬拜的时候 应该要拍拍你自己 鼓励你自己说 你很棒 你坚持下去 什么事都可以拿来感谢 阿们吧 这个约尔书告诉我们说 你就算在软弱的时候 你要说我有勇力 你不要一直说 我很软弱 我不行 我没办法 不是 圣经说 就算软弱的 要说我有勇力 我可以 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宣告 不要讲这些负面的 最后一个 你要记得 你的未来永远都是蒙福 你的未来永远都是蒙福了 我们看到现在是酒用尽了 我们看到现在是爱没有了 我们看到现在是很多东西都挤在一起 但是请你记得 耶利米苏说 我向你们所发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我向你们所发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向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意念 因为他说要叫你 末后有指望 弟兄姐妹 新的2024年 当我们要跨进去的时候 不要带着那些负面批评 觉得难处带进去 这四件事情 牢牢的记者 第一个 以读经开始你的每一天 第二 让我们能够把所有的忧虑重担都交给神 第三 停止在说那些负面 说那些反面的话 说那些论断批评的话 我们来说造就人的好话 使我们周围的人都蒙福 最后 你要相信 神对你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是要叫你末后有指望的 你的身体会更好的 你的经济会从谷底翻转的 你的所有的孩子 你的家里面的关系 因着十字架叫两下而为一 拆毁中间隔断的墙 在耶稣基督里面 那一天没有酒 那一天婚礼要中断了 那天大家开心的节目 要结束的时候 因为耶稣在那里 所有的事情都翻转了 今天复兴堂 我要祝福你 不管在罗东新庄 各个分堂的弟兄姐妹 我要祝福你 每一个人让我们回到上帝的话里面 我们去找耶稣 告诉他说 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即便是我在最困难的时候 我要倚靠你的话 我不要再说负面抱怨的话 我要来感谢主 我要相信神对我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是叫我的幕后有指望 拍手把荣耀归给主 好不好 大声一点 大声一点 我们从会上站起来 我们一起来敬拜好不好 今年在最后一次的主日 我们一起来敬拜祂 来 让我们背起自己的誓家 奔向那摆在前头的路程 仰望床世沉重的主耶稣 脱去缠泪 放下重担 许多人 成为我们的见证 他们像云彩围绕着我们 但单纯着一颗 感恩的心 来 宣告出来 是是感恩 美是感恩 复兴堂 感谢主 其实天色为长安 对了 感谢主 纵然路旁又静静 感谢主 以为主 以为主 以继续 日子柔和 力量 力量 感谢主 既是天色为长蓝 感谢主 纵然路旁又轻轻 感谢主 因为主已经一世 天色如何 祢导演 来 我们高举双手 开口来祷告好不好 每一个人来感谢主 来感谢祂过去这一年 想到什么感谢什么 想到我们还有生命气息 想到我们就走到了这一天 谢谢主 谢谢主 没有放弃我们 谢谢主紧紧地让我们可以抓住祂 谢谢祂给了我们一个好的教位 谢谢祂让我们在这里 可以同跑天路 来 开口祷告 不要停下来 开口感谢 越感谢 越数算 神的灵就降下来 恩典就降下来 说在我心派上面的时候 耶稣就会给我崇拜 神啊 我们感谢祢 让父亲的不要忘记你的恩典 神的灵就在我的身边 我们宣告就算走不下去 还有祢 还有祢在我们生命当中 祢 aver盛 Meng,"祢 祢在先生命当中 如何 跟大声一点 宣告 感谢主 既是天色未尝 感谢主 纵然无旁又轻轻 感谢主 因为主一起一世 日子如何 一表演 来 你们大声唱 感谢主 既是天色未尝 大声一点 感谢主 总敢如旁又轻轻 感谢主 因为主已经一世 日子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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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两夜比如何 当我们要散会的时候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赋上帝的慈爱 还有与我们同在着圣灵 每一天 每一时刻的陪伴安慰 造就劝民 加力量给所有父亲党众百姓 主啊 在我们2023的最后一天 我们仍然说 我的心啊 你要称谢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 他医好我们一切的疾病 宣告新的一年 让复兴堂更紧紧抓住上帝的话语 就算走投无路的时候 至少我们还有耶稣与我们同在 谢谢天父听我们同心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拍照把荣耀归给他 感谢主 再一次 其实天色未尝烂 感谢主 纵然路旁又荆棘 感谢主 因为主已尽一尺 大声说 日子如何 比亮眼明如昂 祝福福星堂新年快乐 让我们新的一年 用祷告读神的话 开始新的一听 让我们把所有忧虑愁烦 都谢给他 有人要背你的重担还不好吗 不要自己背 一天的难处一天胆就够 第三 让我们的口停止说负面的话 让我们说造就人的好话 使我们周围的氛围 因着上帝的国 因着天国可以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最后一个 让我们每一天都坚定的相信 即便我们经历的这些患难 经过死因的忧苦 祂一定会与我们同在 因为祂是赐平安的神 祂对我们的意念 是叫我们幕后有指望 奉主里面祝福福星堂 所有的弟兄姐妹 新的一年 比过去任何一年 都更加的经历上帝的恩典 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 Amen Amen Amen